当然除了华裔艺术家David Hahn 他在比佛利山庄的艺术展上 所展览的大获好评之外 这个展览也聚集了全美 超过了200多位的艺术家来参加 周末两天的观众人数 超过了5万人 都是前来感受着浓浓的艺术氛围 比佛利山庄花园附近的 四个街区人头攒动 挤满了各地的艺术爱好者 各种艺术作品琳琅满目 除了常规的画作 装饰品以外 还有像这组精致的蛋壳艺术作品 非常吸睛 展览中连续两年拿奖 不能看出这小小蛋壳的魅力 不过脆弱的蛋壳创作起来 真是考验艺术家的耐心 而艺术来源于生活 看艺术家们 在展览的会场里 就开始随意地创作 特别体现艺术的精神 再看这组红外线摄影作品 通过红外线光 表现出我们人类肉眼 所看不到的世界格外有创意 比佛利山庄艺术展 每年举办两次 分别在春季和秋季进行 下一次将在10月份举办 民众不妨和家一起 顺便带上家装宠物 前来度过一个充满艺术的周末 东森新闻一红闻彭迪 孟准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